今天我的车库迎来了第一个朋友 今天我们要为这台双门小车撕磨换色 由于是朋友的作家 我把它开来了我的专属车库施工 都说贴膜不易 其实撕磨也累人 还好我找了两个免费劳动力帮我一起撕 这边还需要补换镊子 之前填补的镊子有点缺损 为了贴膜平整美观 我们需要把缺损再次填平 歪小拖原子灰 再加一点锅花剂 搅拌搅拌 涂抹在缺损的部位 借助小钢片的作用 把漆面刮涂平整 我真是个天才 对于洗车这件事 车主也是有空也会洗 但一般都没空 不知是多久没洗车 玻璃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和油膜 这么解压的环节 我一定要亲手为小姐姐搓上一搓 将神秘的白色液体 积在搭配的海绵擦上 再使出你吃奶的劲 用力揉搓 最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玻璃即可恢复透亮清晰 用车环境恶劣的朋友 建议常备它定期清洁 才能保持玻璃的透亮 长期的室外停发 让镜面电镀的大柄轮毂 失去了原本的光泽 普通清晰已经无法让它恢复 这里需要使用抛光剂 洗澡让它搓一搓 性能并敷好想磨 先把镜面还原辣 体势量在海绵盘上 稍微塗抹均匀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使用抛光剂 不知道是发力不均匀 还是因为蜡太多 蜡膏总是被冰件出来 为此我和摄影 各包废了一件T恤 经过多次磨合 机器的使用 终于开始建筑价境 清洗过后 原本的镜面质感 也逐渐显现出来 又到了洗车环节 我选择了粉色沐浴露 毕竟仙女的作家 当然要搭配粉色的仙女泡泡 关于颜色选择 像这种有点年份的车 尽量不要选择 雅面质感 以及归色系 更应该选择 亮光质感的颜色 这样贴出来的效果 才会让人眼前一亮 这次我为车主小姐姐 选择了水晶腌脂粉 进行整车换装 亮光质感十分通透 微橘色调的粉 娇嫩不艳粗 温柔又软萌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贴完后的效果吧 是 或许这故事是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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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